宇宙中有一种特殊的天体,球状星团,它们是宇宙中最亮的仔,常常吸引众多恒星围观。 它们像是一块快宇宙中的瑰宝,保存着恒星演化的珍贵信息。 微博望远镜新发现M92球状星团30万颗恒星图像,能告诉我们什么? 这里是快看宇宙第69期,让我们观星和璀璨,探宇宙奥秘。 在M92中,大约有30万颗恒星挤在一个直径约100光年的球体内。 M92中间一颗行星的夜空将闪耀着数千颗星星,这些星星看起来比地球天空中的星星亮数千倍。 该图像显示了距离中心,不同距离的恒星,这有助于天文学家了解星团中恒星的运动以及该运动的物理原理。 间隙覆盖了星团的密集中心,该中心、态量无法与星团较暗,密度较低的外围同时捕捉到。 这不是小故障,而是天文学家使用微博望远镜拍摄的小技巧。 当使用微博望远镜观察这个星团时,M92星团有点太闪亮了。 微博很敏感,星团明亮的核心会使图像饱和,就像我们试图给粘在大太阳下的人拍照一样。 因此,天文学家覆盖了星团密集的中心,以便能够看到星团中较暗的单个恒星,这样才能充分释放微博望远镜的卓越性能。 球状星团的形成,就像历史上的国家联盟一样。 多个恒星小团体通过合并形成了星团,多个星团又形成了星系,这是一部生动的宇宙演化史。 著名宇宙历史学家詹姆斯·维伯,太空望远镜,通过观测距离地球约27000光年的球状星团M92,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整个银河系演化史。 M92是银河系中最古老的球状星团之一, 它的年龄在12到130亿年之间,就像一个古代王国的遗址,保存了许多古老的宝藏。 在这个球状星团中,存在着诸多相同点,比如在宇宙尺度下,所有恒星同时形成,具有相同的成分,但质量不同, 并且由于它们都处于相同的距离。 这使得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恒星的比较来验证模型的准确性。 微薄望远镜通过观测红外线图像,可以看到更冷的低质量恒星, 这些恒星的质量可能只有太阳的0.1倍。 这是一个物体,成为恒星的极限,低于这个极限它就是一颗赫矮星。 它们虽然不是聪明的学生,但也是班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这些低质量恒星很难被观察到,可以提高我们对恒星演化模型的理解,也填补了哈勃望远镜观测的空白。 综上所述,球状星团是天文学家研究恒星演化和星系形成的重要目标。 M92作为银河系中最古老的球状星团之一,尤其引起了天文学家的关注。 通过研究球状星团,我们可以了解恒星的形成和演化过程,了解星系形成的早期阶段, 也可以提供有关恒星合并和星系合并的信息。 而且,球状星团中的低质量恒星也是天文学家研究的重点之一, 因为它们的观测对于恒星演化模型的改进非常重要。 在这个充满惊喜和挑战的领域里,期待更多的天文学家和研究者能够给我们揭示更多的宇宙奥秘。